12号石家双第二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310万1776人 28家检测机构累计接收150万1366人 检测出阳性三人 这三人都在岗城区西关镇 而全国唯一一个高风险地区岗城市 这个城区11号通知村民分批转移 由于村民人数较多 当天并没有完成全部转移 11号岗城区对增村镇12个村庄 2万多名村民全部进行异地集中隔离观察 人员撤离后村内每天都要进行强力的消毒 集中隔离地点有专门的医护人员 有病的老人可以就地就医 通知内未提及人员撤离的目的地